内政监律政部长尚木根说 如果人们对本地媒体失去信任 这也会影响人们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 新加坡报业控股日前宣布 因为广告收入下滑 决定将媒体业务转入非盈利的运作模式 但尚木根说 他对报业控股打算整合并不感到意外 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年 媒体生态环境已经改变 全世界的报章媒体都在面对压力 广告商也倾向于选择网上平台 部长也指出 接受广告收费并不意味着 出版物就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意味全球多数报章 其实都是在依赖广告收入 新传媒记者在前天的记者会上 提问有关新机构资金来源 和报人专业操守的问题 引起报业控股集团总裁 吴亦松强烈的反应 尚木根对此做出回应 但尚木根也指出 由于报业控股是一家上市公司 因此他在评价这起事件时 必须要小心措辞 他说媒体有公信力 取得公众信任非常重要 因为这也会影响人们 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 不得有些欧心都要放筏 那么如果终于社会能够 一定要保险 讨论 要讨论